县政府承办全民运动会才刚落幕 光复乡睽违多年的湘民运动大会24号上午 在光复高职操场热烈登场了 不仅各项田径赛事竞争激烈 连趣味运动竞赛 各村队伍都卯足全力来争取夹击 透过镜头来看看 名枪起跑 百公尺选手在田径赛道上奋力向前冲 不论是国小男女组 还是社会男女组的竞赛 各选手无不全力冲刺竞争激烈 两年一度的光复乡民运动大会 今天在雨中登场 除了各校选手 各村选手代表也没在怕 田径赛道上拼速度 而在区位竞赛项目中 更是充分发挥了团队合作精神 全力以赴卫村来争取好成绩 尤其达文西拱桥打检竞赛 斗志力也比团队队员的合作默契 一旁观看民众也不禁跟着动动脑十分投入 虽然说是两年一度 但因为好几次都碰上台风而停办 这一停办就是十多年 因此这一次乡运能够顺利如期举行 乡亲民众可以说是热烈参与全体总动员 地方各界也都高度肯定 非常感谢我们的乡长 在这一年前 我们非常有很热烈的过生许赛 光复湘可说是国家孕育运动国手的摇篮 举凡棒球 慢壘还是足球 田径运动 都有光复湘子弟的身影 为国家运动赛事效力 乡长林清水上任之后 也相当重视运动教育的推广 这一次更是竭力排除万难 盛大办理这一场乡运 光复湘的乡运好久没有办 已经五年没有办了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把前乡各村 英雄阿汉 自己在一起 最主要是区别竞赛 让多人来参与 希望提高我们光复湘运动的风气 也让大家更健康 更和谐 睽違多年的光复湘运 强势回归各村社区居民 部落族人更是兴高采烈的来参加 从比赛当中争取荣耀 同时也凝聚了彼此的情感 乡长林清水表示 未来也将积极推动 办理各项运动赛事 重新擦亮光复湘体育选手 故乡的招牌 记者时遇兰光复采访报道